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哪些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出现糖尿病眼病 二性糖尿病跟一性糖尿病比起来 发生眼部并发症的机会基本差不多 只不过一性糖尿病血糖更难控制 糖尿病患者如何为眼睛的健康保驾护航 糖尿病的饮食控制是糖尿病治疗的基础 如果说没有合理的饮食控制的话 其他治疗都很难奏效 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杨金奎 和您聊聊糖尿病眼病的预防健康饮食 饮食养生会为您奉上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家常菜 爆炒鸡肝 精彩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看由可口可乐特约赞助的饮食养生会 我是宋宁洁 从今天开始咱们得花几天的时间一起来聊一聊糖尿病 因为糖尿病的确是流行太广泛了 而且大家有好多户区 好像身边很多人都有 我身边的亲人朋友就有好多 对 隔病的人特别多 而且特别重要的是 它的并发症的这个种类太多了 说一百多种 可能是所有的这个病症当中 并发症种类最多的 几乎没有之一 所以我们一定得重点采一谈这个糖尿病 那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个专业人士呢 是首都医科大学部属北京同仁医院 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杨金奎老师 欢迎杨老师 杨金奎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本期爱问堂的嘉宾有 湖北卫视主持人胖胖 著名主持人张岳 饮食顾问刘昭 杨老师 现在是不是糖尿病 真的得病的人越来越多 有初步的一个统计吧 大概中国成人10%有糖尿病 是不是其中还包括了 可能自己没太注意没太发现的 诊断的大概只占到三分之一 还有三分之二没有被诊断 就是说他有糖尿病 但是没有到医院检查 他自己也没有症状 所以说一直没有发现 但实际上他已经是糖尿病了 百分之十啊 那我就想问从得上糖尿病到他自己感觉不舒服 这期间的潜伏期每个人都一样吗 每个人不一样 也要根据他的糖尿病的类型来区分 比如说一型糖尿病 它的症状就非常明显 它甚至于可以说出来是哪一天得病的 还能说出哪一天 对 就是非常明确的 能够定到这个哪一周开始的 这是一型糖尿病 但是在我们人群当中 一型糖尿病的比例非常少 不到百分之十 而且以儿童青少年为主的 而大多数二型糖尿病 是没有感觉的 有的五年 十年没有感觉 甚至于时间更长 等到并发症出来了 它都没有糖尿病的症状 那通过您的这个讲述 大体上可以这样归纳 就一型糖尿病 虽然它的症状很明显 但是很多是年纪比较轻的 虽然有症状 但是可能容易被忽略 这种症状很清晰 所以可以比较准确地归纳 可以精确到日或者周 哪天发病的 那二型糖尿病呢 它顶头自说来年开始 好像有点不舒服 不知不觉的就得了 而且按照您的规纳 全国有10%的人口 有这个糖尿病 其中三分之二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得了 您看这个人口的基数 如果是14亿的话 那几乎有将近1亿人 自己可能得了糖尿病 但是都不知晓 所以这事就很大 但是它和年龄有关的 我刚才说的 这个10%是指的成人 20岁以上的成人 年轻的儿童青少年不算 儿童青少年相对来说 还是糖尿病的低危人群 对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糖尿病另外的一个危害 就是它的并发症 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并发症一旦很危重 最后再去救治 就不可逆转 难以挽回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可以看一下 刘大爷患糖尿病 已经十多年了 三年前开始发现 自己的视力出了问题 看人有些模糊 他以为是老花眼 并没有在意 可是最近有一天 刘大爷突然眼前一黑 看不见了 家人连忙送刘大爷 到眼科医院就诊 才发现是糖尿病 引发的眼部病变 医生告诉刘大爷 由于就诊太迟已经失明 为什么糖尿病 它并发症 就最后能导致失明 其实这种情况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 常见 我以为你会说 是非常少见的导致失明 非常常见的 特别是在眼科的患者当中 有五分之一 是由于糖尿病来就诊的 有些是知道的 但是大多数的是什么呢 一些不知道糖尿病的患者 他来是因为眼睛看不见了 然后来就诊 倒过来再查 学糖尿病 原来可能有十年 二十年的糖尿病了 倒推出来 早已经是糖尿病患者了 五分之一的比例 的确很高 刚才在讲刘大爷病例的时候 我就在对号入座 像我这个年龄 就六十多岁了 然后我最近看东西 真的有点模糊 但是除了模糊 还有点疲劳 那我这个应该引起重视吗 这个对于大多数 绝大多数的老年人来说吧 可能更多的是于老花 老花也 也有其他的 比如说白内障 这些问题 但是呢 也不要忽略掉糖尿病 那比如说出现了这种症状 应不应该到医院去查一下 应该 因为凡是有势力下降的人 都应该注意一下 自己的血糖水平 虽然有这样的那个变化 不能简单地归因 一定说是糖尿病 但是呢 它有一种潜在的可能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特别欢迎 像张老师这样的中朗年朋友 如果您看着这个节目 欢迎对号入座 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有这种可能 你说到眼部 我请大夫给我普及一个常识 有的时候我们说是眼底病变 有的时候又说眼部病变 那我理解眼部 就是眼睛的任何部位 眼底呢 是特指的眼底那个部位 那糖尿病是眼底部位病变 还是眼部病位病变呢 糖尿病可以发生 眼睛任何部位的疾病 它的这个风险都比普通人高 但是你刚才那个问题 说得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糖尿病 才会发生一种特殊的眼底病变 叫糖尿病四网膜病变 这种糖尿病四网膜病变 在其他人的身上 是不会出现的 只是糖尿病 那我们怎么听说过 那个有四网膜脱落呢 四网膜脱落是一种后果 很多的病 包括糖尿病四网膜病变 都可以引起脱落 但是脱落本身也可以 外伤也可以 蹦及也可以 可是它造成的一个后果是这样的 一个后果 对对对 那还是回到那个问题 它为什么得了糖尿病 最后就眼部能病变呢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糖尿病微血管病变 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呢 归根结底是血糖膏 但血糖膏会带来的什么后果呢 就是血管的损伤 而我们体内有大血管 也有微血管 那眼睛四网膜供应的这个血液 主要是微小血管 那么特别是一些微血管的病变 因为微血管受损伤以后 它的供血能力就下降了 另外呢 它这个血管呢 长的这个形状呢 也跟以前不一样了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不明白 刚才您说到了 就人呢有大血管 有微血管 得了糖尿病之后呢 主要危害的 它是这个微小血管 那我想微小血管 不光是眼睛周围有 耳朵也有 鼻子也有 嘴巴也有 为什么只危害的是眼睛和脚 糖尿病 脚糖尿病足 其实 全身的微血管 都受影响了 那就眼睛表现最明显 只不过呢 其他地方受影响 它的表现不出来 只是它没有呈现出来 对 对 实际上是全身受损 或者说没表现出来 或者说危害没那么大吗 危害没那么大 所以没害 我还有一个问题杨老师 就是是不是我做 我所患糖尿病的时间越长 我这个眼睛就越容易引起病变 对 就是说病程越长 当然是并发症的 机会就越多 机会就越大 那我举这个眼睛的例子吧 五年内是一般来说 眼睛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五年以后呢 逐渐发生 到了二十年 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 都有不同程度的 有的轻有的重 几乎都有一点 四网目病变 对 眼目的这个微血管的这个病变 最后导致的一个表现形式 就是我们体板上所说的 红光闪闪 这个案例呢 说的是罗大妈 她早上起来梳头的时候 从镜子当中发现 自己的眼睛是红红的 刚开始以为是红眼病 于是呢 就买一支药膏啊 或者是 比如说低点咬药水 但是刚一出门就觉得 眼前黑影飘动 看东西是一片模糊 然后紧接着眼前一黑 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家人赶紧把罗大妈送到医院 经过一检查是眼底出血 病根就是 她十多年来的这个糖尿病 所引发的这个并发症 就这个故事啊 里面讲到红眼病 一般来说呢 眼底出血 眼睛不会红的 或许这个病例呢 还有眼前部的出血 但是眼底出血 绝大多数前方下 是不可能看到的 她自己的感觉 可能就是有黑影 那就有眼部的这个病变 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都有哪些呢 你能列出一下吗 从前到后 从角膜到前方 到玻璃体 一直到后面 都有可能发生病变 但是呢 危害势力最大的 是后面 就是眼底病变 或者叫四网膜病变 那么到底 它引起的这个病变 跟眼睛相关的 都哪些表现形式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题板来看一下 列举了有九项 第一个 视野模糊 眼花 那前提肯定是 是糖尿病患者 这些都是属于症状描述 对 当然不是说糖尿病特有的 只不过呢 这些症状出来了 要怀疑糖尿病 眼底的病变 或者说糖尿病相关的眼病 对 我们现在的逻辑是 就是假设 我是一个糖尿病患者 我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列举了九项 哪怕出现了之一 或者更多的 那我们就建议 应该是去看医生了 对吧 第二项呢 是看一些标志或者阅读的时候 很吃力 那其实这也是模糊 就视力下降 然后第三项呢 这个模糊的是另外一种形式 看东西有虫影 然后第四呢 是一只或者两只眼睛受伤了 第五项呢 是眼睛发红 而且一直不退 第六项是眼部有压力感 这个压力感是一个什么感觉 有东西压 好像有眼压这个词 可能有眼压增高 会有感觉吗 杨老师 我一直有眼压高的感觉 你有眼压高 不代表眼压真的高 就是说你如果有感 有这种感觉的话 去测一下眼压 如果眼压正常 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只是一种感觉而已 那第七项呢 就是眼睛看见光斑或漂浮物 什么感觉 漂浮物 这不有点玻璃体浑浊吗 玻璃体浑浊 对 是吗 对对对 因为有的时候出血也会这样 但是大多的时候还是玻璃体浑浊导致的 那第八项 直线看起来是弯的 直线看起来能是弯的 那弯的就看起来是直的 就是它把各种形状都能为小变形了 这种情况相对比较少见 但是的确是有 就是说我们眼睛像一个照相机 当这个眼睛的底板是弯的时候 和你拍出来的照片 这个直线 这个一根棍子拍到底板上去呢 它就变成弯的了 那他看直线是弯的 那我是不是要是含量病患者 看你也是变形了 大多数情况下会变得更弯 他看别人整个这个看东西的时候变形了 变形了 那照相机它本身有故障了 对对对 然后呢第九项是不能像以往那样 看得清角落的东西 是不是像拍照片一样 就把中心能看得清楚 周边不行了 就是说视野变窄了 那您看一下我们所列举的这九项 您觉得需要重点提示 大家如果出现哪一种情况 更应该高度关注警觉 到了这一步 到了眼睛 有感觉的话 大多数都是晚期 都晚期了 都已经晚期了 所以最好还是在有糖尿病的时候 每年坚持做一次眼睛的检查 糖尿病是一组由多病因引起的 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中身性代谢性疾病 它可引发眼睛任何部位的疾病 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是只有糖尿病才会引发的一种特殊的眼底病变 其发病原因是糖尿病损伤了给视网膜供血的微血管 形成微血管流 微血管流破裂后 血液直接流到视网膜上 进而引起视网膜病变 您特地强调了两遍 说有这九种症状之一 就有可能是晚期 具有晚期的可能性 那您开场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 就是二型糖尿病就是隐匿的 症状不明显地占到了三分之二 那么这些人要是早期发现 通过什么才能发现呢 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四十岁 至少四十五岁以上的人 每年查一次血糖 这样可以早发现 那我们就归纳一下吧 就是哪些糖尿病的患者 更容易出现眼部的疾病 还是回归我们这个主题 我们题板上列举了三项 一个是一型糖尿病患者 一个是隐匿型糖尿病患者 第三项的是血糖控制不好的患者 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血糖控制不好 都容易形成眼部病变吧 不能绝对地说 因为其实二型糖尿病 跟一型糖尿病比起来 在血糖相同的情况下 发生眼部并发症的机会 基本差不多 只不过一型糖尿病 血糖更难控制 所以表现的呢 一型糖尿病更容易发生 眼部的病发症 那我们能理解为 一型糖尿病比二型糖尿病 更严重 更可怕吗 那是 是这样的 那隐匿性呢 可能是因为它不容易被注意 不知道 对 一型糖尿病呢 简而言之 它血糖更难控制 但是二型糖尿病呢 因为它隐匿 隐藏得很深 对 所以发现很难 对 所以这个呢 更应该注意 但是无论如何 是哪一种糖尿病的类型 并发症 可能最后都是一样的 并发症特别地多 所以胖胖一说起来 太可怕 我可不要得 但是确实得的人很多 那我们就需要 从源头抓起 怎么样去预防 这一糖尿病 我们也通过一个体版 来呈现一下 列举了有六项 第一项是控制好血糖 血脂 血压 这是一个结果吧 如何来控制这个更重要 是不是通过锻炼啊 什么合理运动 这是后面 你不管是通过什么好的办法 只要是在医生指导下 这些办法 能够把血糖 血压 血脂控制下来 当然是对糖尿病 起到一个自根的作用 对 那第二个是控制饮食 控制到什么程度呢 不是说一味的理解为 即使就是合理饮食 就是倡导一个最健康的饮食 饱而不称 或者说我们可以推荐给 所有人的饮食 这就是糖尿病饮食 适合所有人的 适合所有人的 就是我外公得了糖尿病之后 我们家里就开始对他控制饮食 之前喜欢吃肉 喝酒 现在吃饭前 不要说我们虐待老人 吃饭之前给他来一盘青菜 先把青菜吃了 再吃肉 吃两片 吃那个米饭 你要吃可以 就吃这么一点 如果给你换成南瓜 你就可以多吃两坨 两块 就这个意思 我们就这样再控制它 那基本上对于普通人 也可以啊 你想 我现在基本上就这么吃 地东海那些地区的人 他们上来第一道菜 就是这个少量的橄榄油 然后一大盘的素菜 一大盘青菜 一大盘素菜 吃了肚子都快吃得差不多了 然后再开始正式吃饭 对 我是觉得就对糖尿病患者来说 这控制饮食啊 真的是很重要 你看我认识一个糖尿病患者 他开始呢 没有那么多并发症的时候 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了 大夫让他控制饮食 他就说 那吃是人生一大享受 而且吃喝玩乐 这吃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如果我这一辈子得了 下半辈子我得了糖尿病 我就不能满足我的口服了 他说我宁可舍弃这个口服 我还要大吃大喝 结果没过两年 他就得了并发症 而且很严重 双脚被截肢了 所以我就说还是得 就是你光活着吧 光满足了口服 但是你没有生活质量了 还是得不偿失的 首先糖尿病的饮食控制 是糖尿病治疗的基础 如果说没有合理的 这个饮食控制的话 其他治疗都很难奏效 这是要强调的 那第三项是戒烟 抽烟危害很多 那它跟糖尿病之间 还有关系吗 戒烟这个是一定要强调的 其中戒烟这一项 对心脑血管的好处 就接近了你吃药的好处 OK 这句话我觉得 这一点很关键 因为吸烟是有害的 不吸烟是相当于吃了药 对对 那第四项呢 适当的运动 我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 他必须要走 不走不行 这个适当的运动 有一个什么样的界限吗 也不要太过了吧 也是因为消耗热量吗 每次讲到糖尿病的 姿势都要强调 我想简单地说 这个运动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糖尿病人来说 特别要注意 不能把这个运动简单化 最好还是在医生指导下 第一次你咨询一下医生你怎么运动 因为有些人甚至于还不适合运动 对 有些糖尿病病人 但是大夫上 那什么样呢 比如说他已经现在劳力性心脚痛 有心梗的风险 你让他一个中度以上的 中度的运动 他有可能就出问题了 这个意思 又发病发症 对 让你运动带来的好处 远远不抵你运动给他带来的风险 这个时候这种病人 我们就建议他不要运动 对 还有一项就是合理用药 这个说的相对比较笼统 怎么才叫合理呢 我看很多 合理用药 这是一大堆药 对 合理用药 笼统地说 就是要在专科医生指导下 别自己买药去 对 特别是一些胰岛素 一些特别特殊的药 要在专科医生指导下 其实普通的 尽管是医生 都需要接受专科医生的指导 对 这个问题延伸出来 就是真的糖尿病 到了一定的程度 打胰岛素 打胰岛素这个会可逆吗 说经过一段时间 然后慢慢地会恢复得好了 还就是终生就这样了 没办法逆转 如果说把糖尿病 跟衰老来比较的话 那能衰老了 你还能指望它 再会逆转回去吗 不可能 不可能吧 但为什么人没有对衰老 提出这么高的要求 对于糖尿病 要提出这么高的要求呢 糖尿病很好的控制 适当地 如果需要用药 就适当地用药 那它几乎不影响寿命 那这就已经是让你达到目的了 对 您说的这就特别重要 合理用药 然后再加一条呢 就是建立正确的预期值 对 那最后还有一条呢 其实您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 也提示了 就是半年到一年 进行一次眼科的检查 没错 能够提早地发现 然后治疗这种并发症的危害 对 最后一条 可能大家都不认为 这是一个预防的手段 实际上它是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对于糖尿病患者 每年 就是如果没有眼睛的病变 每年查一次 是最重要的预防的手段 应该放到第一位 多给自己一次机会 对 多给 那我想问问这个眼底检查 你像我们体检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进一个小黑屋子里边 然后大夫告诉你 盯着一个地方 你别动 然后他 弄一个东西 是那个吗 眼底照相 就是那个 对对对 现在我们内分泌科都有了 不一定要到眼科 所以就现在检查 那已经很方便了 不仅是眼科 内分泌科 也都配备相应的这个装置 检查的 一年一次足够了 但是 如果说已经有四网膜病变的 那医生会决定你 两个月三个月 还是半年查一次 但是对于普通的 还没有眼底病变的病人 我说因为从成本效益来说 一年查一次 做够了 糖尿病眼病重在预防 患者应严格控制好饮食 血糖 血压 血脂 不抽烟 并在医生的建议和指导下 适当运动 合理用药 最关键的是 糖尿病患者 应坚持每年做一次 眼部的检查 确保眼睛健康 好 那我们就听杨老师的 我们按照杨老师的建议 把最后的一条放在第一条去 因为这是最重要的 预防的措施 并且如果是没有发生病变 以前没有症状的 那么一年查一次 讲究成本 如果已经发生病变的 一定要遵医嘱 按照医生的建议 定期地去查证 好 我们聊了这么多 有关这个糖尿病 这个并发症 关于眼部疾病的这个问题 那么最后呢 还是请今天张老师 张老师 给我们做一个 是不是能够解决 这个糖尿病的 改善一点症状呢 有助于糖尿病的 那这个事呢 我暂时保密 我待会再告诉大家 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 爆炒鸡肝 不明思义 主料当然是鸡肝了 没错 用到的这个辅料呢 有这个芹菜 就是青蒜 青蒜 对 还有小米椒和美人椒 两种 对 两种 用这个蒜 没用这个葱和姜 用到的辅料呢 调料呢 有这个盐 盐 糖 料酒 蚝油 和胡椒粉 胡椒粉 那我们先把这个鸡肝呢 给它处理一下 这个呢 事先都已经洗好了 得洗干净 洗干净 咱们平常朋友们 在做这个动物内脏的时候呢 很怕它脏 是吧 像肝脏什么的 所以呢 咱们得先用这个水呢 把它焯一下 对对对 我们这个呢 是和凉水呢 同时下锅 冷水下锅 对对对 冷水下锅 不然的话 一下这个鸡肝就熟了 里面脏东西出不来了 说到这个肝脏呢 大家可能会担心 它吃的时候呢 有点轻 没关系 我们焯这个鸡肝的时候呢 稍微的放一点料酒 好 已经出末了 大家看 等它全开了之后呢 就关火 好 然后呢 把这个鸡肝 给它捞出来 下一步呢 我们就开始 给它炒制 炒菜讲究的 还是热锅凉油 锅呢 要烧到一定的温度之后 我们呢 再放一些 这个5S压榨 一级花生油 是卤花盘的 虽然讲究的是 热锅凉油 但是现在呢 我们也不能听到 那种炒菜滋啦的声音了 那种声音呢 其实对这个 我们的身体啊 不是特别的有益 对食物的营养素呢 也可能是一种破坏 对 因为它的局部温度 瞬间太高了 咱们先用 这个 蒜 蒜啊 对 给它 煸炒 煸炒一下 这个蒜呢 给它煸出香味 嗯 我已经闻到蒜的香味了 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小米椒 小米椒 这个美人椒 要给它先这个 在锅里 再给它煸炒一下 好 这样里边的这个 辣椒的香味 还有这个蒜的香味 才能均匀地释放出来 对对对 这个时候呢 再把这个 鸡干 鸡干 记得这里有点水 水别进去 好 所以爆炒嘛 火要大 咱们翻炒的速度要快 有辣椒的味也出来了 这个时候 再把这个 青蒜和芹菜放进去 再放青蒜和芹菜的同时 帮我一个忙 好油吗 放一点料酒 这个顺序呢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讲究 放料酒的目的呢 也是为了去这个 鸡干的腥味 然后来一点蚝油 好 一勺蚝油 看哪俩配合的还挺默契 再来一点盐 好 再来一点 我觉得盐少了这 好 再来一小勺糖 加一点点糖 它的鲜味会变得更浓郁 对 我们就要出锅了 再放一点胡椒粉 要不停地翻炒 在即将出锅的最后一刻 对 放一下这个 鲁花自然鲜的酱香酱油 要转着锅边倒 转着锅边转着倒 好了 我把这个给您装开 好 咱们装盆 爆炒鸡干 食材 鸡干 芹菜 青蒜 辣椒 调料 糖 盐 料酒 蚝油 酱油 胡椒粉 大蒜 做法 一 将鸡干放入凉水中焯一下 加点料酒 水开即可捞起 二 锅热后加油 放大蒜 扁炒香后 加入辣椒 继续扁炒 三 放入处理好的鸡干 开大火翻炒后 加入芹菜和青蒜 四 一边翻炒的同时 一边加入料酒 蚝油 盐 糖 胡椒粉 酱油 炒熟即可出锅 好 今天也非常感谢杨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了关于糖尿病 眼部并发这个疾病的问题 明天咱们接着聊其他部位的这个有可能并发的这个病变 我们再次也非常感谢可口可乐对本节目的特约赞助 也感谢乳花5S压榨花生油 以及乳花自然线酱香酱油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养生笔记 糖尿病的患病时间越长 越容易发生眼部病变 一般情况下 糖尿病患病五年后 眼睛会逐渐发病 若患病二十年后 大多数糖尿病患者都会发生视网膜病变 只是发病程度轻重不一 所以糖尿病患者的眼部检查是至关重要的 饮食养生会有奖互动进行中 只要您登陆饮食养生会的官方微博 就有大量的养生笔记供您下载 编辑短信VX 加您希望看到的养生话题和养生专家 到10661098 既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天天有惊喜 赶紧行动吧